防颤的危害有哪些 本来是个肌肉它会动的 在我们正常心跳它很收缩的 但是防颤以后它就不收缩了 杨康之后的心跳加速 是防颤或心肌炎吗 但我们看了那么多 其实真正心肌炎很少 比例还是很低的 治疗防颤首选射频消融术 生活质量很高 70岁了这样的 真好 照样正常跳舞活动 所以这个生活质量的改变是很大的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周法光为您讲解 敬请期待 遇见明医遇见健康美好生活 从健康开始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明医大讲堂 我是主神耿杨 我们的心脏按照结构说有 左心房右心房左心事右心事 这个心房如果不听话 随便乱动了就跟熊孩子 一样在家闹翻天要掀屋顶了 这个危害那就大了 严重的猝死一定会发生 我们今天聊的就是防颤这个话题 那今天这位嘉宾呢 他是来自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周法光 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周法光硕士副主任医师 从事内科临床工作28年 个人累计完成射频消融2500例 卫生部心血管疾病 介入治疗基地 心律失常介入导师 厦门市医学会 心电生理与起博分会副主任委员 主持完成福建省科技厅项目一项 厦门市科技局项目一项 两次获厦门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们今天说要防颤 您来说说 我刚刚是用一个非常不太恰当的比喻 您来说说什么是防颤 给大家先这个传授传授知识 防颤呢按我们中医的说法 就是短处脉 短处脉 中医呢看每个病的 要问啊看舌头啊都要搭脉 是的 如果你搭一个人的脉搏呢 是非常乱的 没有任何规律的 好 这个就是防颤 好好 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讲的短处脉 短处脉 短处脉 就是任何这个 蹦蹦蹦 这个任何两下都是不规律的 一个是强弱不等 然后这个节律也是很乱的 这个就是防颤 所以您看我现在买 我摸我的脉不就是 咚咚咚 那防颤就 对对对对 都是乱跳 那因为防颤的避音是在心防 就像您说的有心防心室 心室嘛对 那所以我们叫心防颤动 那表现为了就是脉搏很乱 没有任何规律 这个就是防颤 那防颤呢 应该说还是对我们老年人 还是最常见的心理市场 就是 最常见的心理市场 咱们既然说到防颤了 为啥我们今天不聊市颤 市颤相对少发病的 市颤呢就是猝死 一旦发生市颤 人就很快心跳停了 一下就没血 人就不行了 这个是市颤 所以它都是急性 市颤是急性的 对 防颤还是慢性的 慢性的 它是心防跳很快 也是跳四百次五百次 但是心室呢 有些很慢 才跳五十下 有些呢跳两百下 这个都有 都有的 对 那正常我们说 我们的心率是在六十到一百次吗 这个是指防颤还市颤 这是正常的 正常的心率 那防颤呢可以表现为心跳慢 也可以表现为心跳快 所以每个人还不一样 所以它的危害性没有死颤那么大 但是呢一旦发生以后 很难自己转负 就是说它变成防颤以后 就是一个一辈子的慢性的防颤比较多 我们刚刚提到防颤和市颤哪个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那应该是防颤多 防颤会更高一点 因为有统计这个七十五岁以上 如果去体检 可能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可能有防颤 这个那 那它的发病原因之一就跟年龄有关 就是老龄化是一个最主要原因 那以前呢 我们这个防颤在一九四十年代嘛 那时候主要是分尸性心脏病 因为那时候磅膜病很多 分尸热很多 那么都是表现为分尸性心脏病很容易防颤 但现在呢已经分尸性很少了 这个老龄化以后反而是老年性的防颤比较多 除此之外还和那些因素有关吗 防颤的发病 那其他就是有气质性心脏病 就是心脏本身结构 高血啊心脏病 还有心脏扩大的一些疾病 甚至一些假看啊等等都有可能 所以防颤是个很多病的一个综合的表现 气质性的一个病病 是这个心脏本身结构发生一些变化吗 对 结构啊 包括我们心脏的磅啊 还有肌肉啊它有问题 包括血管啊它有问题 这个就是心脏本身有问题 那防颤本身还是个单纯的心脏电活动的一场 所以它可以伴随有这个心肌的一场 也有些人就心肌原来是好的 但是残念防颤以后 这个心脏也会扩大 就导致了这个心脏扩大心脏衰竭这样 那另外防颤还有它的隐蔽性 就刚开始呢 它是个正发性防颤 就是有时候防颤有时候是好的 就一阵一阵的 一阵一阵的 这样 如果这时候不重视呢 很多的病呢就会变成慢性的防颤 所以正发性防颤它症状很重 为什么呢 因为它平常心跳正常呢 一发防颤跳非常快 它就会来看医生 它变成慢性防颤以后 反而心力没那么快了 它慢慢也就习惯了 它觉得我们又不舒服 往往会忽视了 但是防颤是有危害的 如果变成慢性防颤以后 这个 以后 尤其年龄再大了以后 影响心脏功能 这个心脏衰竭发生率很高 第二个呢 会引起中风 就我们讲的老血栓 而且防颤以后呢 就是心房不怎么动 跳很快嘛 那我们心房里面 有个结构叫左心耳 就我们像心脏的耳朵一样 这个里面 它本来是个肌肉 它会动的 在我们正常心跳 它很收缩的 但是防颤以后 它就不收缩了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缝隙 那这里容易形成血淋块 那这个血淋块 那刚开始不太稳定 它都掉下来了 随着循环 最多的是堵到 脑动脉里面去了 这时候就出现中风的表现 就把 老的血管堵住了 那这个神经就有问题了 就出现中风的表现 而且呢 这种防颤的中风 跟高颤的中风 还不一样 高颤的中风往往比较轻一些 这个防颤的中风 它很大的血块掉下来 堵到一个血管 而且是突然堵了 那么这个后遗症比较多 另外一个呢 防颤是这个血块的病因嘛 或者病因没去掉 以后还容易再发这个中风 第二次发生中风 这种概率也很高 那我们中风呢 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旦中风以后 你这个需要卧床 家里要照顾 自己生活质量也很差 所以这个危害是很重的 那因为你去调查 这种中风的病人 大概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 可能都是这种防颤有关系了 十分之一左右 可能跟防颤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防颤的危害 会更容易导致我们的中风 脑促重的发生 对 那所以防颤是个比较恶性的疾病 一定要找发现找治疗 那防颤的发病年龄 您说吧 75以上的 可能在5%到10 那对于中青年来讲 人在壮年 事业家庭都需要兼顾的时候 会需要担心这个防颤吗 其实发病率没那么高 但是也很常见 也很常见 为什么呢 怎么说 这个因为现在重量饮酒比较多 酒精是这个防颤最常见的 一个可以纠正的因素 这个喝酒是 还有过度的疲劳 这个能有发防颤 所以你看到很多 996的可能程序员或大厂的一些 在加班的时候 或在运动的时候 突然猝死 就可以高度怀疑他 可能是防颤了 那也不一定 他也过度的兴奋 或者什么 那有另外的问题 防颤疫情猝死很少 那刚才讲 主要是死颤这些比较多 多一点 死颤多一点 防颤还是跟慢性的影响 比较多一些 那防颤它是慢性疾病 它前半段比较慢的时候 它的症状表现会是哪些 一开始呢 还是正发性的 刚才讲的 就是它突然一下会跳很快 它有时候它冷一冷 它也好掉了 它就不来看 但是现在呢 因为人的健康意识有增加 加上我们一些穿戴式的 这种设备 那种防颤的诊断 已经大大提高了 很方便 这个你自己都可以诊断 买个手表 做个描个心电图 存在手机里面给医生看 这个是最简洁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早期发现 有了防颤以后 就才能治疗 你前面不知道有防颤 这个就会延误了 这个诊断跟治疗 一旦等以后呢 觉得走路会喘了 觉得这个爬楼梯不行 体力不好了 再来看 心脏已经扩大 很明显了 那这时候防颤就很难治疗了 你刚开始正发性的时候 还有很多治疗的措施 可以减少这个防颤的发生 那这样以后对远期 尤其老龄以后 这个生活质量改善 还是很好的关注 您说从这个 比如说缓慢的一些症状出现 到整个心脏发生 气质性的病变 这个过程 它应该能持续十多年吗 一般个体有差异 我们最短的 它反正差几个月以后 心脏就扩大了 因为它这种人往往心跳特别快 都是150以上 它持续很长时间 有些人就需要更长时间 20年 15年也有 那这个一个年龄也衰老了以后 心脏功能本身又衰退 再加上防颤节律不整齐 对心脏功能影响很大 而且现在有研究 这种慢性的防颤 对大脑的功能也是有影响的 它即使不发生很严重的中风 对这个智力 痴呆 这个都是有很明显的症相关 也就是说它可能平常 有小小的那种双塞 小小的血块 堵到一个很小的地方 你没什么症状 但天长日久 总有这些小血块 那么整个大脑的功能就下降 比较容易痴呆 这个智力下降也都比较明显 所以防颤对我们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您看我们刚刚提到说 防颤的一些发病因素 比如你加班 熬夜 喝酒 对 年龄 除此之外还有吗 遗传 遗传 遗传有一定关系 如果你家里能有这种防颤的病人 那么你以后这个防颤的机会也会增加 像我们经常提到三高会跟它有关吗 因为很多年轻人也会高血糖 高血脂高血压 比较明确的就是这个高血压是有关系的 肥胖也是有关系的 然后就是过度运动的 容易防颤 运动员防颤发生病比普通人要高好几倍 还有一部分就是特别不爱运动 这些防颤发生病也比较高 就两头了都不太好 要四度运动可能会少一些 再下来就是有肺病的人 抽烟的人都会增加防颤的发生病 肺病您说比如说肺牢肺癌这些肺解结吗 也不一定肺牢 就是抽烟以后慢性气管炎等等 它防颤发生病也会增加 因为它对我们的血管都是一种损伤 是这类疑原因吗 它因为我们这个心房也跟肺连在一起 所以有肺的疾病也容易导致这个反颤 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说人真的是不停地在追求一个平衡 你过多了运动也不行 你过少了运动也不行 对要四度 这个是很正确的 那除了一些职业运动员之外 你像一些健身爱好者 健身达人 健身教练 安松的爱好者 那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有些是属于过多运动吧 这个从我们医生的观点确实是这样 但是运动也会上瘾的 是吧 是 我怎么不上瘾啊 因为这个有研究证明 就运动以后会有心快感 为什么呢 运动大脑会释放内飞态 这个有一种很心快的感觉 我自己也有种感觉 就是你比如天天跑步 有一天不跑 也很难受 跑完很舒服 这个是有科学道理 我真羡慕人家这种自律的人 但是也有些人是另外的 他喜欢挑战啊 喜欢极限这种 对 那这个是另外一类 但是总体上运动会增加 人的愉悦程度 所以其实是有一定的成瘾性 所以就是像运动员那种太过量的 也是要四度 其实都是要四度 是不合适的 您看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特别好 就是我们很多电子的设备 戴在手上 你可以去通过一些数字观察 我的运动手表没有说 描绘我心电图这一块 但它有一些心率 这个 对 它只告诉你数字嘛 对吧 这个数字我可以做参考吗 也可以啊 你给它调出来一天的心率的波动 还有平均的水平 这个可以反映你一定程度上 心脏的健康程度 我们好的心脏的应该心率是 休息状态要比较慢一些 比较六十多次 运动的时候能生得快 然后恢复也要快 恢复的慢 这个也是运动过量 所以它运动医学就是这样 它教练怎么知道你今天跑了有没有用力啊 就是跑到你多少的负荷 如果你说你很累 你其实才跑到你平常的最高负荷的百分之多少 这个是假的 数字变不了人 所以还有一个人家科学训练就是这样 根据心率的反应就知道你已经很疲劳了 比如你恢复很慢嘛 你停下来心率降得很慢 这个可能已经就超过你那个了 它要逐渐增加 所以这个运动医学也是很科学 所以我们心电的监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我们提到防伤 现在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症状表现 你看这次新冠阳康之后 很多人也会在讨论 说可能喝点小酒 我稍微运动一下 平时心脏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异常的感受 反而现在就是轻量的一件东西 心跳会加速 心脏会有不适感 我不知道这个在就诊的时候 您会面临这个问题吗 是防颤吗 这个不是防颤 这个不是啊 这个很常见 因为我们从新冠一开始 病人都很多的病人来看门诊 都说症状都是一样 心跳快 他也是有一些监测设备 也有一些可能网络里面宣传 他自己会去数这个心率 会 平常很好 结果感染了病毒以后心率非常快 躺在那跳一百多 然后稍微动一下心率就更快了 就很害怕 跑来看 也有一些宣传 说心肌炎什么病毒 少部分引起心肌的伤害 对 心肌炎 但我们看了那么多 其实真正心肌炎很少 比例还是很低的 非常非常低 因为心肌炎毕竟要有心肌的损伤 我们抽血化验都能看出来 对 真的心肌炎症状很重的 不是单单心跳快 像ICU的对手 那我们多数的人只是说 心跳比以前快一些 另外很轻的负荷 就觉得心率增长特别快 尤其再去运动一下更明显 还饮酒以后也是明显 多数都是病毒以后 一个正常的反应 病毒影响了免疫系统 引起了全身功能的一些变化 而且这个恢复的时间比较长 跟我普通的感冒不一样 很多人可以持续一个月 两个月都有 但是慢慢都会恢复正常 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也不用太担心 到医院看 我们抽个血化验一下 看看有没有心肌损害 有没有心肌炎的表现 更多的还是一些心理的焦虑 因为这个经常有些宣传 很严重猝死等等 这个新冠以后猝死 心肌炎等等 但毕竟还是比例很低 尤其目前的我们看的这个病毒 这个毒力已经下降了 其实这个发生率还是很低很低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适应 恢复的过程 恢复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 可能稍微久一点 对 所以你看很多地方中考 考体育他都把一些剧烈运动 都给取消 长跑都给取消了 对 也可能是考得到这一点 安全性 对对对 因为学生量很大 如果你有考试的要求 那现在你很快就要考试了 对对对 那这个要加小训练会增加 这个学生猝死 这个压力也很大 是很压力也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考虑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 来逐步增加运动量 对 像酒的话就直接戒掉就好了 不要再喝了 是不是 是是 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还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的时候 有一个药特别火 叫做五枚Q10 对 这个他们说是可以预防心肌的药物 对 它本身是个药物 也是个保健品 很多保健品都有 那你像我们出现一些 可能因为一些运动 饮食导致心脏不舒服 我能够先吃它预防吗 第一个呢 这个药没什么副作用 那比较安全 它为什么 因为是我们心肌代谢里面 一种能量的一个成分 如果增加这个含量 可能对我们心肌的代谢 有改善作用 但是本身没什么副作用 但是我们偶尔有用在一些 心肌市场的病 藻薄等等 也有一定的疗效 那其他的疾病一般都不太建议用 不太建议用了 我觉得最好它还是把一些 刺激因素给戒掉 我们再回到防颤 就这个新冠之后的一些心脏的不是跟防颤没关系 小比例跟心肌炎有关系 大比例可能跟康复时间的长短有关系 我们再回到今天节目防颤这个话题 像防颤的治疗的话呢 我们的治疗方案有哪些 防颤呢 那这个有一百多年的这种治疗的历史 以前呢防颤都是治不了的 就是个绝症 只能吃吃药 因为防颤治不好的 有些人一辈子发了一次防颤 就变成终身的防颤 那后来呢 外科医生这个做外科手术的时候 心脏外科手术的时候 提出来可以同时治疗防颤 他们发明了一种外科手术的方法 治疗防颤 叫什么 他们叫迷宫手术 迷宫手术 我们老鼠走的那个迷宫 因为在心脏心脏里面 切很多切口 效果很好 它可以治疗防颤 但是呢它有个限制 都是去开刀的时候 顺便做一下防颤 它本来要开刀 开啥刀顺便 都是心脏的开刀 一些半膜的毛病 一些先天结构的一些异常 那后来呢 我们通过内科微创的方法 去模拟这个外科的 这个治疗方法 效果也很好 尤其对于正发性防颤的病 效果很好 就防颤不再是一个 是个治不了的病了 这个有很大的进步 尤其这十几年呢 我们这个已经做得很成熟了 手术时间比较短 尤其也比较快 疗效总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尤其对正发性防颤的病 当然对一些慢性防颤的效果 还是差一些 所以还是强调早期治疗 早期干预 对早发现 对 其他的嘛 就是可以预防中风 还是很重要 对 刚才讲了 我们防颤另外一个危害 是在脑袋 它不在心脏 对 就引起了老血酸 那我们这个呢 也有一些好的方法 第一个呢 我们就吃一些药物 吃药怎么预防这个血酸呢 我们的血液不容易凝固 那不容易凝固 它就不会形成血块 就不会堵到脑袋去 那这个药物呢 也有很大的进步 以前呢 选择很少 现在药物越来越多种类 另外呢 监测也很方便 出血的发生率都下降 但是它毕竟是个 看领血的药物 这个血液不容易凝固 对 一旦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 比如你跌倒了 或者你本身有胃的毛病啊 或者是血管的毛病 容易出血 也是两面性 是的 就适合了病人 监控的去吃这个看领药 也是很有效的 可以预防中风 一般来说 可以减少60%到70%的中风 但是有个问题啊 因为它防灿没治好 以后一辈子呢 都需要吃看领药 那只要一个瞬间 有一些出血的因素 还是很危险的 那现在也有一些 微创的方法 来预防这个中风 那我们讲了 这个心脏 防灿以后的中风 都是左心耳这个地方 沾血块 那我们可以通过 微创的方法 把这个左心耳这个地方 堵起来 它左心耳有个口嘛 把这个门堵住了 那么它血块 就不会掉下来了 也不斩血块了 跟心脏隔离起来 这也是个很好的方法 对于那些 特别容易中风的病人 另外吃了看领药 就会出血等等 这些病人都是 很好的方法 那左心耳风堵书 你把那个口堵起来之后 它的正常功能 会不会受影响 因为防灿状态下 尤其心肝比较大 本身左心耳功能 就很弱了 跟正常的心跳 是不一样的 所以抵消了 应该还是好处大 但咬血合适的病人 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 就是中风的风险很高 已经中风过了 或者吃看领药不适合 它一吃就出血 出血 它不能耐受 对吧 这种是比较适合的 当然最根本的 还是要治疗防灿 我们可以做消融 还有一些药物 来控制防灿 都有很多的病人 是有效的 那你消融哪呢 也是心房 就做心房 心房的哪个部位 很多部位 我们心房有很多结构 就是跟这防灿 有关系的部位 还是根据外科医生 发明这个迷宫手术 它的一个切口 以前要开胸切 现在不用了 我们用微创的方法 在里面烧 用微波来烧 可以模拟它 对于早期的防灿 有些触发造 很明显的 这个效果很好 对于短期的 这种持续的防灿 也是有很好的有效 所以它也不一定 是一个根治数 只能是一段时间的 治疗数 那我们治病 都希望能根治 但防灿相对来讲 需要终身治疗的 因为刚刚讲的 这个衰老 就是防灿最高位的因素 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 当然你现在 让它延返多少年 也是很有效的 因为防灿的危害 还是很大 你让它发作减少 或者以后再变成慢性的 这个时间变长 也都是很有效的治疗 那您像人的 比如说有一个防灿的患者 他可能一辈子 需要多少次消毒手术 那如果很成功 做一次就好了 但有些也很好 它过了五六年又复发了 这时候再来做 做第二次 第三次都是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这个创伤很小 也比较安全 在哪儿要创伤 也是从腿上做 就腹股沟那儿 就两长沟那个地方 从血管那边进去 也是 做完之后 创伤也小 恢复也快 对 手术时间多久 恢复时间多久 基本上我们说 这两个小时左右 两三个小时 大概是这样 当然有些比较复杂的 比如麻醉啊什么 就相对惨一些 那这个防唱 我们这个骁龙的效果 还是很好的 对很多病人 我们比较典型的病人 就是以前有一个 集美大学的退休的老师 他刚刚退休 然后他爱运动嘛 跳广场舞 他一跳就发防唱 就跳得不行 他怎么着 然后他其实也是个医生 类似于 他是他们那种 保健室的那种 他有点医学知识 他前面就 那就吃吃药 我就不去跳舞了嘛 反正他会少一些 他后面不跳了也发作 他是心里不舒服吗 心静 就跳很快 他就很闯了 他跳不动 就是这样 那我们做了骁龙以后 这已经随访了 有六七年了 他每年一到这个 春节都还给我打电话 这效果就好 他说他生活质量很高 七十岁了 真好 照样正常跳舞活动 所以这个生活质量的 改变是很大的 明白 所以我们希望还是早期治疗 早期发现 这也很重要 是 我们如果要早期发现的话 哪些检测手段 心电图肯定是必备的要做的 一个是关注自身的症状 有没有心欢的症状 如果有的时候 就要去找医生检查 我们做普通的心电图 做动态心电图 包括我们一些穿戴式的设备 都是很好的方法 我们是通过他跳动的一个节奏 来判断有没有 根据心电图 看它是不是规律 这样就可以确诊 心脏踩操这些要做吗 踩操也需要做 因为那个是看心脏结构这些 有没有一些气质性的病变 那当然防畅本身呢 主要还是做心率的监测 更重要 更重要一些 那如果在复查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 在康复这段时间的时候 每年都要来医院做哪些 这我们会按时会跟他说要复查 但是最最重要还是病人自己监测 他要怎么监测呢 刚才讲我们那些手表 就买个手表 配搭式的设备 还有他以前自己会搭脉骨 等等都可以 现在很方便 自己数这个跳动的 这科技呢改变了我们对疾病的认识 刚才讲就筛查会更容易 因为我们治疗以后 判断疗效啊 水反都更加容易 这个很好 好 来 我们听完这么多 也稍微休息一下 太康之家 先行落地全国二十余城养老大格局 先行打造高品质享老新体验 高品质生活 高品质设施 高品质康养 高品质服务 长寿时代 太康之家 处处都是高品质 欢迎后来 今天是一大奖堂 我是陈琳琳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 来自乡目大学附属心血管 并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 周法光主任 和大家来聊一聊防颤 预防已经大于治疗嘛 防颤能预防吗 肯定是有用的 这个任何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预防只是减少 这个防颤发生的危险 并不是说你预防了就一定不发 这个很难做到 是 那最主要呢 我们现在对疾病人认识 就哪些人容易得防颤 我们去筛查 比如你统计一千个防颤的病人 看他有一些什么情况 这些情况越多 它越容易防颤 这个我们叫危险因素 就你这个危险因素越多 就越容易防颤 但这个相关性它不是百分之百 比如说你抽烟就一定防颤 这个做不到 那只是越多 这些因素越多 你越容易防颤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高血压 对我们现在的高血压 还有一个就是肥胖 超重的这个 就是容易防颤 然后喝酒 这个大量 尤其是我们大量 长期的这个酗酒的病人 再下来呢 就是肺病 就抽烟嘛 你会慢性的这个 止气管炎肺炎等等这些 那这个会增加防颤的机会 甚至呢包括打呼 打呼的 对打呼很厉害的人 也容易防颤 因为现在呢 都是夜间会发防颤 他不知道 我们做心率监测才发 他很奇怪 都到半夜凌晨发防颤 是跟那个呼吸暂停综合有关吗 有一定关系 当然跟夜间的这个 弥走神经啊 交感神经 这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但是已经研究发现 这个打呼很厉害的人啊 这个容易防颤 所以也要治疗 因为打呼很多是可以治疗的 好 他好像不知道 自己打呼这么严重 这个我们有筛查的方法 可以做治疗 有些是鼻子啊 呼吸道的问题 有些要用呼吸剂啊 等等这些 其他呢就是关心病 关心病也容易防颤 最后呢就是家族死 因为家里能有好几个防颤 你要特别小心 那他发病年龄 可能还会提前 对 这个就更明显 对 就更年轻就容易防颤 其他呢就刚才讲运动 这个运动特别多的 容易防颤 合理运动 我们看我们的体育老师 运动的防颤还是蛮多 体育老师的量也能优化防颤呢 好 我们再次感谢周主任做客户节目 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 一直收看我们的节目 看电视看多了 来站起来动一动 适量运动 好